处女男的冷淡,都说处女座是个很健的星座,你对她越是好,她对你就越是冷淡,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的,但后来摸索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。 一,当处女座冷落你的时候,是有两个原因的,一她不喜欢你,或是你惹她了,她故意冷落你,二她觉得你已经是她最好的朋友情人了,所以无需的刻意讨好你,处女座本身是个自私的星座,她的自私只有和她深层了解后才能发觉出来,因为,她们在面对并不是很熟悉的人的时候,是会装出一副绅士模样, 让别人觉得她好有熟悉,而对那些人的关心,照顾,也只是装出来,以维护她完美形象的,有很大一部分作作的成分在里面,可以说,她的关心和体现,并不是发自内心的,如果哪一天,处女男觉得,你是她的朋友情人了,她认定你了,这时,她对你的关心,则会变得比从前要少, 有时候,会远远少于对其他相对不怎么熟的人,这时候,你可能心里会不平衡了,当初我就是这一样,但即使,那是因为,处女男们觉得,你已经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, 就算她对你不再亲热,不再讨好,甚至生气的时候会对你恶言相对,她相信,你也是她的,她这种盲目的自信,导致她们不断的失去友情和爱情,而变得更加孤独,处处男真正发自内心,的关心一个人的时候, 她自己是没有感觉的,就好像呼吸一样,随时在呼吸,却不觉得自己在呼吸一样,处处男的爱是细腻的,有时候细得让你根本看不出也感觉不到, 但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,在转过头去细细品味的时候,你会发现,这种深藏不露的爱,已经像是凉水煮青蛙一样, 渗透进了你骨子里,处女男面对爱情,不得不承认,处女男是个只适合结婚,不适合恋爱的人群,他们不知道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地方,不知道恋爱的时候应该说什么话,不知道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感情, 他们会为了一次约会,想很多方面的事情,比如说行车路线,出发地点,到达时间等等等等, 但有时候会因为对方的不满意,或是迟到等一些突发状况,让他们希望的计划泡得糖,处处男非常不喜欢突发事件,这会让他们手足无措, 如果这个时候处女男的心里,就会发生不好的化学反应,以至于不再期待下一次的约会,其实要说处女男也挺不容易的,用尽心力的安排了一切,比任何人都细致周到,最后却没能得到预想的效果,脸会拉得很长,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,换了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,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尽心尽力的去准备,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和处处男在一起虽然很累,但都离不开他的原因吧,也许其他星座的人在追求友情和爱情时追求的是一种美好,浪漫,甜蜜,或是刻骨铭心,而处女做男生对友情和爱情,追求的则是一种稳定和安全感, 因为他们受不了突发事件而影响了他的周全计划,他们不需要甜言蜜语,他们只需要在他们存弱的时候陪在他身边,让他们可以依靠,哪怕你的肩膀不足,让他们靠得很舒服,哪怕你一句话都不讲,但只要给他内在的鼓励,和坚定不移的安全,他会永远在你身边, 因为处女男是个外表成熟稳重,事实上是个脆弱无助的孩子,外表装得越是成熟稳重,内心就越是脆弱无助,所以,如果你爱上一个处女做的男生,千万不要被他伪装的坚强迷入了眼,觉得他们不需要你的支持和爱,觉得他们足可以自己去克服所有困难,他们也不是不懂得浪费, 只是,他们那种对爱情完美无缺的渴望,只是和存在于幻想和美梦中,他们惧怕现实中自己的爱情,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完美的时候,就开始畏首畏畏的刻意去逃避爱情的到来,以致错过了很多机会,也伤害了不少爱他们的女孩,另一种原因,是因为处女男们太过于现实,他们觉得,爱情最终也将归于平凡, 归于采取油盐的平淡,他们没有从浪漫到平凡的过渡,而是一下子就平淡了,所以让很多女生都受不了他们这种无惧的恋爱方式,处女男性格大多都比较内向和呆板,就算有时候外向,也是出于某种原因被逼的赶牙子上下, 所以从我自己的观点上看来,处女做的男生更需要一个性格开朗外向的女生做恋人,这样才能带动他们的热情,能和处处男长相厮守的女孩们,必须要有如下的素质,如果你没有一个宽阔能够容忍的心胸,那你就受罪去吧,处处男会和别的女生打电话, 或是聊短信很长时间,很多客来回也极有可能,不给你打一通电话,发一条短信,问他们吧,他们会不耐烦,会生气,恋人的喜怒爱乐在他的眼中不重要,所以他经常表现得冷冷淡淡,没心没肺的样子,而占有欲不可太强,你休想完完全全的拥有一个处女做的男生,那是不可能的,和处处男在一起, 不失去自我就已经很难了,还收望去完全霸占,那简直就是天方野谈,尤其你不可以太爱他,不然,他的半戒神经开始发作,他会觉得你太没有味道,但如果你是个很有个性的女生,趁早远离处女做男人,处处男会用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来衡量并要求你,这是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, 他自己这样又完美,的框框帮助自己也就罢了,他还会要求你也这样,因为只有你也完美了,才能陪得上他,从某种程度上说,处女做男人是个非常厉害的雕刻家,他能把一个人雕刻成他想要的样子,而你只能是一堆你,没有反抗能力的就让他这么雕,你不可能去改变他, 你只有改变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符合他的要求,所以便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,和处处男交往过的女生都比从前要优秀很多,历练很多,成熟很多,都是被处女男们训练的成果啊, 只可惜,他们辛辛苦苦训练出的成果,通常都无法让自己受用,因为大多数女生实在受不了,来都离开他们而去寻找另一种简单的幸福,处处男也只好,只能,扮演塑造人的伟大却又孤独的角色了, 似如果你是个不愿装傻的聪明人,那趁早闪,处女做的人对一般的朋友是不会说谎的,但对情人不一样,他们会用非常淡定的眼神和口气告诉你,我今天是和个一哥妈出去的,我在跟一男同事发短信,我在同学聚会上嗨呢,等等,其实呢,呵呵,不必多说,他们这种所谓的谎言, 并不是因为想要背叛或是同性出调,说白了,只是向生活调剂一下,如果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OK,万事好商量,如果你非要把物理的话看得清清楚楚,那就离偶尔不远了,我如果你是个神经大条,不够敏锐的人,劝你,放弃,和处处男说话要十分小心,因为不知道说错了什么,就会惹得他不高兴, 所以,在说话之前,你必须很好很积蓄很敏感,的了解他当时的情绪,情绪对了,OK,你可以尽情的去批评他了,情绪不对,最好还是乖着一点,做个暂时的小哑巴,如果你的神经不够敏感,那和处处男在一起的每一天,都将使得窝窝, 六 但如果更更可悲的是,你既不漂亮,又是个大草包,上进心很强带能力跟不上他的要求,而且又不温柔体贴官巧的话,你就拿两块拿带着去吧,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,完美是处处拿追求的目标和向往,其实他们心里也清楚得很,既然你不可能样样的完美, 但至少有一样是高人一等的吧,如果什么都平平的话,那你在他心里的分数值会打得很低,自然就没有希望了,其如果你是个心里承受能力很差人,趁你,在你心里崩溃之前,走人,当你已经是处处男的恋人,他会开始挑你的毛病,从头挑到脚,像切羊肉片一样,一寸一寸的挑,虽然大多数情况下, 他挑的毛病都是对的,也是为你好,但一个人如果总被批评的话,心里肯定会受伤害的,吧,如果你是个生活自立能力很差的人,拜托你还是找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吧,处处男是个很会给自己制造压力的人,他们总是把一些没有必要拦过来的责任也拦了过来,所以通常他们生活的比别人都要辛苦, 这时候,如果他身边的女人还是个生活自立能力很差的人的话,他会更累,他希望自己的另一半,有他自己的事业,自己的目标方向,不要把他当成是生活的全部处处男也不把女人当成是生活的全部,女人对他们来讲,只是花龙点睛的一笔而已,综上所述,能和处处男在一起的女性, 必须的事能容忍,占有欲不强,性情一变通,聪明,敏锐,漂亮,上进,心里承受能力强,生活自立能力强的人,哦,好难找哦,处处男们要打光棍龙,也许就是因为以上的原因,让他们少了很多本,应该属于他们的快乐,他们总是鄙视世俗,却又逃脱不了世俗,也许这是上天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吧, 处女难免对眼泪,记得我啊啊的时候,那家伙却是在一边不作声,只是一句自责就了事了,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木头,知道他并不是没有反应,只是,他对自尊和形象的维护,要远远超过他对我自责的程度,也就是所谓的爱爱没有战胜自己的面子吧,最终他也没能从自己的家所中挣脱出来,处女难免对父母,处女难懂得了, 我来说算是很孝顺的,但是在他发高年纪的时候,其,殷勤不定之时,如果父母不小心招认了他,他可是不会嘴下留情的,和他越亲近的人,他对谁就越不客气,说出来的话能气死个人,但大多数情况下,处处男孩是很乖很听话的, 所以,如果以后我生的儿子不幸,也是个处女做的话,我在说他之前,先察言观色一番以后再决定要不要数落他,免得说错,时候反倒被他数落,处女男的阴行不定,处女做的阴行不定,被说成是种神经质,其实不完全是, 因为处女男的脑筋非常的好使,比一般人转得要快,想得也比一般人要细,所以,他们通常都会发现一般人发现不了的,潜在的危险源,人无染率,必有经忧,处女男的率有时候过于的远, 以至于他们的忧也会比一般人要近,要快,时间要长,来得要早,他们阴晴不定的时候,只不定脑子里在琢磨什么事情了,他们在琢磨事情的时候通常是非常专心之志,不管你跟他说什么也不搭理你,另一种,则是说不清楚的突然间,的就莫名其妙,的心情低沉下来,这个时候,谁也不想理, 只想一个人安静的待一会儿,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这样,我想估计连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,还有一点,就是,在他们神经正常的状态下,你跟他说话,问他问题,他也是不怎么好好回答,一般人会认为是他脑子反应慢,错,他脑子里其实早就想出180个答案了,可就是懒得张口回答你, 另外附加一点,处处男懒得很,怕不理你,就是懒得一种表现,处女男的花心,好色与性爱,看到这里的时候,我想有些人会开始,眼前一亮了,呵呵,花心,如果谁说处女男是个专情种子的话,谁可就是打错特错的,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是不花心的, 区别只在于有胆没胆的问题,处女男就属于没胆这类的,哈哈,所以他们的花心,只也处在精神出轨的范畴里,处女男并不是何时何地,见到美女就会花心,他们把花心当成是对待生活,工作,学习或是感情上的一种简价,未见,他们不喜欢在感情上给自己惹麻烦, 因为,惹了麻烦他们没有能力去好好处理,面对其他困难和麻烦,的时候他们都能好好处理,唯独感情,所以,只要在精神上能达到减压的效果就可以了,好色,和花心一样,处女男的好色也只停留在意义的阶段上,他们把自己的眼睛想象成是X光透,用自己急速运转的头脑,去想象,隔着衣服,里面是个什么, 为样子,处女男在外表总给人一种是清冷淡的印象,其实心里早就尝了小草,抓狂的不行,但处女做的男生就是有这种极强的刺控能力,让人不服不行,看A片或是色情杂志的时候,处处男也是躲在角落自己偷着去研究,不会和其他人去畅谈,因为他要保持一种君子的形象,呵呵,其实是个好色的伪君子呢, 亲爱,说实话,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谈论这个,因为他没实践过,但很多事情都是像生物业一样,一环扣一环,所以我提这个也只是参照处女男其他特质所衍生出的结论而已,准不准的,因人而异吧,同花心和好色一样,处女男在好生这方面也是处在被动状态, 也许在其他方面,他们会展现出他们自信的一面来,但在好生上,就全完了,他们不喜欢在亮堂堂,甚至字面都是镜子的地方做这种事情,他们喜欢在温馨,舒适,灯光昏暗的地方 享受这种特殊的宽乐,这点有点像出嫁的小媳妇儿,哈哈,他们也不喜欢百变的姿势,只要寻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,他们就一辈子受用了,懒得灾坏别的,延续了他们喜欢稳定安全的套路, 说得再白一点,就是了,处女座的男人在好生上少了一些彪悍的狂野,这一点也许会让他以后的老婆有些失望吧,哈哈,处女男的婚姻,要说这个我也是没什么资格去说,因为我想我这辈子应该不会这么倒霉,幸运嫁给一个处女座的男人吧,即使这样,我也还是很想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,结婚之后的处处男, 对待感情的责任先,会突然的加大起来,以前说过,处处男对工作和学习的责任最大,其次是朋友,然后才是感情,我也曾经被可怜的排在第四位呢,虽然婚后这个排名情况并不会有明显的转变,但是你会发现,他对你的责任会比婚前要大,不要美帝这么早,他的这种表现,并不是因为对你的爱加大了, 而是他对家庭的责任心,处女座的男人不喜欢小孩,但如果真的做了爸爸,他会变得比你还耐心,患之时苦,为难,带孩子看病,看管他的功课,送他上下学,他对孩子的耐心要远远超过对你的,看来,做一个处女男的小孩,比做一个处女男的老婆要幸福很多啊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